一樣嘛,如果做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表之外 如果延伸的,像這個地方只有經緯度的話 那我發現新的版本有一個3D地圖 它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經緯度的訊息放到這個地圖裡面 幫我呈現出來,那剛好是桃園地區 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它把數據量化,然後直接放在地圖上顯示,那更直覺 那怎麼做,首先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能要確認一下,這個可能要2019以後的版本才有吧 還是2016我不太記得,你們可以再看看 然後游標放在這個範圍,跟插入樞紐分析表一樣 只是說你把它改成插入3D地圖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它會跳出什麼 它會跳出一個讓你選取場景的畫面 OK,各位可以發現 你按下去之後呢,它會跳到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3D地圖的一個畫面 有沒有,它浮在上面 那我們要做哪些設定 首先第一個 它會自己抓到什麼 抓到你的位置 有沒有發現 位置的話呢,它自己抓到 Lat,就是Lat,它是緯度 Lontitude的話就是精度 OK,所以自動幫你把精緯度的訊息 自動抓過來 但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選 我記得好像,如果你要自己選的話,原來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的話,你可以新增欄位 然後跟他講說Latitude的話是緯度 然後再新增的話呢,就是Lontitude的話是精度 OK,這樣也可以 好,第一步 選到之後的話,接下來 其實這個地方有欄位 我先把它關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地圖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大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發現 熱點就出現了 密密麻麻的,好像螞蟻一樣 但實際上看起來已經有那麼感覺 哇,對 越密集的地方 當然就是越多切到按鍵的位置 但問題這樣看起來好像實在是不太好看 第一個是少什麼 就是少了那個 到底這個地方是哪裡 所以如果你想要顯示地圖上的標籤 你可以把 上面這邊有一個地圖標籤點下去 它會顯示說 你現在最密集的地方是哪裡 有沒有,在這個區塊 但是這個不太好看,你可以什麼 上 有沒有 那不就乾脆啦 像我的習慣是乾脆不要立體 平面 這樣都OK了 光我把它改成平面地圖 這樣看起來 會比較直接 你往前推 往後拉 其實它就會顯示出 哪些地方是最多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最容易失竊的 可是這樣看起來還是不好看 所以接下來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變更什麼 往下 各位可能有看到 所以這個是資料來源 然後你可以通過這個地方去改變地圖 然後並且可以加資料標籤或者加那個 地圖把它平面 然後接下來的話如果這個圖看起來不好看 我是建議你可以改一下 改成比如說 你不要這種 堆疊紙條 那你說改這個 群組紙條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好像沒改變 改這個呢 你會發現它 變成什麼 原來 正方形變成圓形 那我比較推薦 如果你要分佈狀況 你可以改這個 熱力 熱力圖的效果 那你想說這個看起來 不OK 看起來有一點點那麼味道 但是好像 不是那麼明顯 接下來你先改這個之後的話 再往下找到有要塗層選項 塗層選項 請你把這個 影響範圍拉大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OK 你可以自己再改 另外的色階也可以改一下 有沒有 色階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凸顯那個 切到按鍵比較多的地方 你可以把色階稍會再調高一點點 影響範圍多寡 這個可以自己再調一下 OK 你看你要 怎麼去凸顯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拍照一下 得到最後的結果 其他還有什麼 不透明 這個看要不要調 不透明就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 它因為呢 它的顏色太深了 會蓋住那個 地圖的地址名稱 所以你可以 把它稍微改成不透明 三明路就出現了 三明路一段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不透明太高 這邊變成一個三 後面是什麼路不知道 有沒有 其他路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不透明 稍微再調整成 大概 70%左右吧 OK 其他的話 就可以完成 你可以把它稍微縮小放大 縮小放大 縮小一點點 這個地方 再稍微把這個 放大一點點 這樣子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呢 把它變成 照片的話 你可以拍照 就是你可以用截圖的方式 放在你的報告裡面 那我就說 你會做 3D圖 那當然它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它還有建立視訊 什麼叫建立視訊 有點像是 它幫你用那個 什麼講 那個 無人機有沒有 然後幫你拍照 無人機幫你繞一圈 然後呢 幫你把它產生一個影片 不過呢 你按下建立的話 它會 花的時間 比較多 甚至呢 它這邊還有音軌 你還可以在那個 影片背後 加上一個 音樂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音樂 有點像是 空拍有沒有 幫你空拍的 這個 影片 建立之後 然後呈現出來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 酷炫的啦 我覺得 OK 請各位也許 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做的動作 放在 那個我們的 3D地圖裡面呈現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來呈現的話 可能或多或少 可以解決 可以取代 那個 就是 地點的分佈狀況 有沒有 至少你可以看到哪一條路 就更直覺 直接在上面看 這樣比 那個 資料 呈現出來的效果 我想有的時候 反而會更好 因為直接跟那個地圖 做一個結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好像這一個區塊是熱點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們要買房子的話 或許可以避開這個區域吧 不然的話 這地方 好多都是切到的熱點 一樣啦 你們甚至 台北市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台北市的切到的資料 可以把它匯進來 如果會進來 因為它不是金尾度 所以可能就要把那個金尾度改成它的地址 它這邊有提供那個完整地址 有沒有 你改成完整地址 它一樣可以 幫你在 那個上面 打個地標 只是說它完整地址 跑的速度比較慢 尤其你資料量越多 它好像是把地址 轉換成金尾度的感覺 好像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還蠻新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舊版本就沒有 所以假如你們的電腦裡面 這個功能可能就是要升級一下 至少要 OBIS365 比較新的版本 那這個功能我是覺得還蠻棒的 因為 會常常在分析 哪個地方 可能 就是 比如說你的客戶族群 或者是你的 一些 業績的分佈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透過地圖來呈現 會更加直學 試試看 OK